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住在秀水巷的54岁 所以是零性婦女 因為 日前因為 指尖關節腫脹 而且有成間相應的現象 那此外還有發現他 就是平常在遛狗的時候 怎麼驚奇 發現越來越追不上他的狗 然後雙腳關節 也有腫脹疼痛的現象 以為自己是退化性關節 所以就在我們封尸免疫科就診 那經過 檢查發現他的 內蜂絲因子是陽性發音質素 偏高 那S光檢查也可以發現 中指的 指尖關節有 腫脹變形 以及侵蝕的現象 根據以上這些表現 我們最後幫他確診 是內蜂絲性關節炎 內蜂絲性關節炎 是一種全身性的自體免疫疾病 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亂掉 產生自體抗體攻擊自己的關節 造成發炎 腫脹疼痛 那久了 就可能會造成關節變形 以及破壞造成失能 甚至到腸肺的狀態 那在 以前是因為沒有好的藥物治療 那很多人到最後都會走到腸肺這一塊 但是現在內蜂絲性關節有 有許多的好藥 那只要早期治療的話 通常就可以避免這個關節走到失能這一塊 可以阻擋他的變形及破壞 那很多民眾他可能有 關節不舒服 以為是退化性關節炎 或者是只是肌腱發炎 那自行去買成藥來吃 或者是延誤就醫 那這樣就有可能會錯過 這個治療的環境時期 所以建議如果有 關節成年降陰 或者是腫脹疼痛的病人 應該找來我們 封氏免疫科就診 為何帶來我去治療 快點那些 assumed 是延誤的 還要去治療 不停 itch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